現在跟各位介紹的是我們利用Arduino 利用Arduino所做的控制加電的一個節能省電的系統 這個系統其實它不難很簡單 它的主要用途就是如果 我先介紹一下系統 這是一個紅外線的偵測器 紅外線的偵測器如果我們前面 它是能夠偵測80公分以內的距離 如果正前方有東西經過的話 那我們就會設定它控制電風扇啟動 另外這個是光敏電阻 測量光線的 光線它如果 因為它是一個類比的輸入 所以它會根據環境光源的值 然後會輸入值 會把值放在這邊 所以如果 如果現在變暗 我把手遮光 你看它數字就變300多 200多 我如果放開 它會回到700多 所以它可以根據環境的光源 然後這個值會產生變化 所以我們只要根據這個值去判斷說 我什麼時候要開燈 它電路很簡單 就是除了 這個 接在A5的那個類比 輸入之外 我們這個紅外線它是數位的 所以我們把它接在D2或D3 的那個數位輸入 然後這個 電風扇是12伏特的 所以我們是接 接到外面的變壓器 接到變壓器 那中間當然要經過一個寄電器 在這邊 寄電器 那這個是 另外這個是 110伏特的 我們的小夜燈 那它也是 我們直接插在插座上 當然中間還是經過 寄電器 經過寄電器 那所有的動作呢 這寄電器的動作呢 就 接到我們的Arduino的擴充板 Arduino的擴充板 它其實只是把那個接頭 把那個 針腳的部分 改成插座的部分 所以這樣子便於大家使用 所以這個是Arduino的接線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實際看一下它的操作 好 當我把程式啟動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就開始偵測那個 外界的值 那我現在假裝有人呢 走到那個紅外線前面 欸 電風扇就會啟動 因為它偵測到前面有東西 電風扇就會啟動 好 當我離開 好 它就自動把電風扇給關掉 自動把電風扇給關掉 好 那 環境燈源的部分呢 我現在去關燈 電風扇給關燈 好 各位看到 當光線不足 或是降低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啟動 這個小夜燈 自動啟動小夜燈 而且你看到那個Analog5那邊 它的數字是很小的 表示現在環境光源不足 不足 好 那當我呢 把電燈打開的時候 好 你看它因為光線夠了 所以它又自動把它 切掉了 自動把它切掉 好 這個是今天為各位介紹的 Aduino控制家電 一個輸出輸入整合的應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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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